第二題 已知烏斯燈泡上標明110V 100瓦 若尖峰用電時家中的電壓從110V降為100V 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那我們看得到我們已經從110V降到100V了 所以我們的電壓當然會改變 選項C說電壓不變是錯的 我們都假設我們的電器遵守歐姆定律 歐姆定律的電阻視為定值 所以電阻不會增加也不會減少 所以選項A說電阻減少也是錯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電阻沒有改變 而我們的電壓變小了 所以我們當然電流就要變小 所以選項C說電流變大是錯的 所以可以看到公式也可以看得出來 V會等於IR 所以如果我們的電阻是一樣的話 我們電壓如果變小 電流當然也會變小 那麼用想像的就會知道 我們的電壓如果變小的話 我們的功率會減少 所以選項C是對的 如果我們看公式的話 我們公式可以寫作 所謂的P等於V平方除以R 那我們電阻是固定的 所以如果我們的V減少的話 那我們的功率P也會減少的 所以我們的29題問我們說 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擇是C 燈泡的電功率降低 我們可不可以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